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们又来一个新的系列 早前我们拍过很多集 就是介绍烧鵝口味最高级和街坊小店 非常之受大家的欢迎 再出另一个系列 因为在我拍摄 烧鵝的途中都感受到 大家都很热爱我们本身香港的饮食文化 很多观众叫我 不如你试一下现在的冰室、茶餐厅的质素是怎样 OK 我都信众要求 所以我们第二个系列 我们就来一个茶餐厅 我看到很多新的茶餐厅 即是新式的茶餐厅都叫他们自己做冰室 茶餐厅和冰室系列 最主要我都觉得茶餐厅是陪伴 很多香港人成长的舒服食物 我们小时去茶餐厅 到上学 到自己上班 说头说命 要开工都会在茶餐厅里解决一天三餐 怎样说呢 我想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介绍饮食怎样可以走漏这一部分呢 所以我们就会来一个生活化的系列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我 亦都可以帮我分享一些影片给更多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茶餐厅和冰室的文化究竟是怎样 所以其实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是第一集 第一集我们就来了旺角的一个非常旺的区 因为我们都相信旺角这些市中心的地方 大家都很经常会来得到的 今天我们就来到旺角的一间都很新鲜的一间 就是烧腊茶餐厅 这个位置就是在旺角的奶露神街 一间叫做一木烧鵝 今次来说我们都会想重点一些 就是食物种类多一点的 丰富一点的 大家是早五晚都可以来到吃的 今天这里也有外面有个烧腊档 有大家尝试一些的烧尾饭 还有就是焗饭 还有它的常餐 三文治 西多士 冰室里面的饮品 甚至乎铁板烧这里也有吃的 进来我们今天就说给大家听 是星期六的七点半左右 我们进来 情况就不是说太多人 情况大概五成左右 现在这一间它是比较棋利一点的 或者我都看过一下门面 安装过一下的情况 我才进来 光鲜和坐得舒服的一间茶餐厅 每间茶餐厅冰室 我都会针对它们 每一间餐厅 譬如有些什么 它们的沙家 我都会点一份它们餐厅的招牌 另外我都会可能选择一些常餐 或者是西多士 这些是茶餐厅必要的食物 再跟大家试下 今天这一间就说明是一木烧鵝 它就是烧鵝为主 当然我们会叫它们一个晚餐 包括了一个双瓶 就是烧鵝叉烧饭的套餐 这个晚餐也挺便宜的 是由五十几元 我们今天叫这个 它普通烧鵝饭就58元 双瓶有白饭 双瓶可以选叉烧 烧肉油鸡 贵妃鸡 另外加6元就有咸蛋 加6元也加16元就有鹅汁油菜 饮品方面热饭就已经包迷了 如果冻饮就加3元 汽水加5元 特饮的我们好像今天 我们叫了一个椰汁蓬豆冰的 就加8元 所以其实它这个双瓶饭 如果烧鵝双瓶就580元 我今天叫一个烧鵝双瓶 因为我想跟大家试试一些烧鵝 就66元 价钱来说都算是值得玩 另外我们也叫了一个特餐 因为我觉得特餐是每间茶餐厅的一个指标 还有它全日供应 所以我也想看看每间冰室茶餐厅的特餐有什么特色 将会叫的就是一个 纪念鸡汤金牌沙茶肉55元 你可以选择公仔面、通粉、米粉 它就可以加奶油猪的半件又加3元 丹麥酥加3元 当然是烧鵝双瓶 如果散爱烧鵝双瓶饭 如果饮品都是半价的 冰室小食除外 如果你单点一些冰室小食 就没有了 但如果你叫这个菜单里面的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半价叫饮品的 餐厅的菜单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我们选择了个冰室特餐 即是9秒9 上菜速度相当之快 应该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应该来到 我们今天这份特餐都挺帅的 不错的 挺大份的 这个我们就有个炒蛋、火腿、牛牛多士 还有我们选择了这个金牌沙茶肉意粉 热辣辣的 另外我自己喜欢喝红豆冰 所以我就加了8元 叫了一个椰汁红豆冰 这杯也挺大杯的 红豆也很软 有点起山 我自己都喜欢这个 最喜欢如果加个冰室它更棒 我首先试一下这个沙爹牛肉 它牛肉和整个碟头都挺大的 以五十五元来说 这个份量算是OK的 夹上来好像有点硬的 特别是这些拿起一块的 好像牛肉软似的 好够吃进口不会太硬 这个牛肉软是可接受的 另外就试一下沙炒的 那个湯 老实说沙茶牛肉的颜色就很足够 但是味道稍微弱一点 咬肉份量给得多 但是它的味道不够香 这个意粉也挺滑的 还有很多时候茶餐厅的意粉 它经常弄到碎了 根本今天这里就没有这个情况 完整的都可以叉到来吃 另外再试一下就是这个火腿炒蛋和多士 这个它的牛油挺好的 它塗得很均匀 还有覆盖率 即覆盖面积很多 包皮其实都脆的 它是面包少少腌硬的 试一下 这只牛油挺香的 一半的份量 我们刚才分了一半 这个牛多士挺好吃的 挺好 这个不错 另外火腿很简单 这些不需要特别介绍 它是一整块的 这些火腿 没有煎过的 完全没有煎过的 简单就这样扔下去 就是这些 也挺大份的 还有炒蛋 觉得它的时间也算是挺好的 它没有说奥偶那只炒到那么湿润 但是如果以上餐来说 它这只也算是挺好的 挺暖的 挺滑的 我平常通常去这些厂厅 最喜欢将蛋和火腿 放在上面一起吃 自己自制的火腿蛋汁 放在上面 照往我们就叫了它们的 万事道餐 挺划算的 它是商拼的 今天我们就烧鵝拼叉烧饭 是66元 已经连购一个热奶茶 我说这个饭之前 我必须要讲讲奶茶 热奶茶可以讲 我想是核心 就是茶餐厅或者饮食界的核心 茶餐厅的奶茶 讲几样东西 就是讲香滑浓 和有回甘的味道 最主要这四样东西 茶餐厅都有它们的秘方 但是都离不开 就是它们的茶叶组合 还有第二样东西最重要的是水温 一度两度就是那样东西 其实最美的茶温 如果沖奶茶应该是96 或者97度 就是最好的时间撞下去了 所以其实技巧 水温 茶叶的配搭 其实相当之有技巧 我觉得如果美的奶茶 我就会看它是否够滑 和是否够浓 我会着重在这两样东西 看看这杯奶茶 它的温度是很够的 够滑 但是香和浓度 都是比较弱一点 很关乎茶叶的分配 茶叶的组合 是要经过多年的调配 才掌握得好 所以有时候很多朋友都说 喝开那间就是那间 就是因为奶茶 就不肯转到第二间试 那我相信奶茶绝对是 一个冰室或者茶餐厅的灵魂 令到你自己起身 或者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是未醒 走到一间商熟茶餐厅 你闻到那股香濃的奶茶味 是很棒的 如果大家有好的奶茶 想介绍一下 不妨在下面留言 看看我 有没有机会 去试一下 大家认为好的奶茶是如何 最后一份 我们要试一试 就是这个双拼饭 今天我们这个 就是烧鸵叉烧双拼 66元 这个双拼饭 大碟 老实说是大碟 它的饭是很多的 来这些餐厅最重要是吃得饱 一定要吃得饱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老实说 我觉得它是一般的 就是看我买上的 就是一般 因为我看它是比较干的 后来我都问姐姐 拿一些烧鸵的汁 自己再淋上面 是瘦叉来的 它的纤维质地就比较粗 而且它另外的烧鸵 肉的部分都是瘦的 你看它那个 是不太肥的 但是它有几个是特别肥的 就是瘦就很肥 这些根本是头头尾尾位 基本上你吃不到 那都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烧鸵 它都有一个酸梅酱 酸梅汁 大家可以蘸 跟我想象一种 它真的是瘦的 但是我的香味是有分度的 但是它又瘦得太 而且我肉开始有些柴 你照它慢慢 好像一些刷子胶 开始有柴的质 果皮是比较软 另外这个烧鸵饭 它的饭是比较烂的 我虽然还没吃进口 不是粒粒分明的那种 这个饭真的比较差 买上来也不是特别好 饭是满满的 入口就像江湖 就是很黏的 饭不行 一般我都不会指明 我要肥叉叉叉 因为我想最完整的看一看 它就这样切出来 大家冲进来 任何一间茶餐厅 去吃 我要烧鸵饭 要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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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所以我的感觉这个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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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飯有點失望 但常餐我覺得挺不錯 而且份量也足夠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這間茶廳的地方很光鮮 很光猛 坐得都算舒服 早餐茶餐應該會做得好些 至上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想我多拍這類型 比較貼地的拼文系列 如果大家都有一些好好吃的 香港冰室或者茶餐廳的推介 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每一個留言我都會自己看 雖然我未必有時間 每個都會回覆大家 但我都看到大家 今天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多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最後看看大家有沒有吃開日本蛋 最近新紀元卵 搞了個新紀元卵好卵有運大抽獎 由即日到9月21日期間 購買新紀元卵白蛋或者啡蛋10隻裝 就會隨刻附送刮刮卡 即刮即有中獎機會 獎品超過6萬份 頭獎還要是東京雙人來回機票 PS5 iPad 還有Bernod單片三文字機一部 還有飲食優惠券 刮完卡之後 再掃描上面的二維碼 立即可以連結到指定網站 完成登記之後 還可以立即參加終極大抽獎 有機會贏出Honda的StepWagon七人車一部 都被傳出了 有機會贏出Honda的報告 就不再考慮我了 煮出Honda的捷獎